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VUE3课程的第37期 本期的主题,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状态管理PINIA之组合式全局状态 是这样啊 上期咱们从PINIA来管理了咱们全局的一个技术器状态 完全可以使用,没有问题 但是上期咱们并没有采用组合式语法 采用呢,是类VUEX式的语法,对吧 那么今天呢,咱们改写一下这个状态管理 把它变成咱们现在流行的组合式语法 该怎么做,马上开始 好的,先手续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今天呢,只有一个工作要做改写组合式语法的全局状态管理 马上进入到操作步骤的环节 今天呢,咱们其实就修改一个文件 就是这个stores下面的counter 为什么?因为在调用它的地方 咱们不用做代码的变更 仅仅是在内部状态管理时 咱们切换一下组合式语法就可以了 对吧?好,咱们大家请看 首先一上来干什么 咱们呢,从VUE包去引用 大家请看,RF整个交互数据的状态保持 包括呢,computed一个计算属性的定义 这不就是组合式API吗? 哦,接下来该怎么做输出的部分呢 和上期一样,咱们定义store呢 和上期也一样 然后呢,在这个具体的代码里面 大家请看,就没有上期的什么state呀 什么actions呀 就没有这些了 getter什么,就没有了 怎么定义?大家请看 应用咱们组合式API的写法呢 使用RF来定义咱们要管理的状态 然后呢,咱们使用computed 传入回调函数的方式呢 来定义计算属性 它们之间呢,都是相对独立的 对吧?而不是说像上期那样 都写在一起,看起来代码呢 增加了可读性 同时,咱们还定义一个操作方法 也是标准的GS的写法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但是今天呢,咱们要做一个返回 为什么?因为咱们呢 是相对独立的定义了状态 定义了计算属性 定义的方法 如果不reit返回的话 调用端呢,不知道该如何的使用 这个呢,和上期稍有区别 好吧,代码呢,不是很复杂 咱们马上应用一下 我呢,给您做一个拷贝 这样看起来,其实组合是 语法呢,看起来更加的简单 而且呢,相对独立 是吧?不像那种类VUEX呢 都写在一起 看起来呢,有点杂乱无章 好,嫌少叙 马上给您拷贝一下 这个呢,是咱们现在的运行画面 我找到StortCounter 然后呢,咱们先全删除掉 做保存 右边刷新 那请看 现在呢,咱们没有任何代码 所以右边呢,报错 刷新不到内容 好,我拷贝上,今天咱们组合式语法 再保存,右边再刷新 哎,代码又出来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大家请看 我初始状态呢,是零 所以说呢,您看到这地方呢,是零 然后呢,咱们可以加一 减一,没有问题 对吧 还可以出复数 咱们进入关于 状态呢,也能够保持 也就是说,咱们在调用端的语法呢 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只不过,咱们在做状态管理时 我呢,采用了组合式API呢 又给您重写一下 您说,不是吗 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小马要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是这样啊 在今后咱们生产环境中 编码部分呢 小马还是推荐您 使用看起来比较容易懂的 组合式语法进行编码哦